乾燥夜市的口訣 大大五花 大五花 這個五指的就是五勝夜市 現在有攤販投訴 原本一個禮拜五勝夜市是固定 把星期三和星期六 日前收到通知書 要加開營業日多一個星期五 攤販不滿 管委會一次強迫 他們都要接受 都說一定要拿禮拜五 不然就要放棄三六的權利 我們禮拜五有的有擺大東 有的有擺小北 就是沒有辦法分兩攤 禮拜五我就大東有 那他現在加開禮拜五 他說禮拜五沒有拿三六要放棄 有好幾個他們表示 目前接收到訊息 就是如果禮拜五不買 那連禮拜三禮拜六都得放棄 以遊戲區來說 每三個月計算 以前是每個五千元 租兩格 每週兩天就是兩萬 八月一號之後 格位漲價到七千塊 每週的天數變成三天的話 那就是四萬二 禮拜三跟禮拜六的跟禮拜五 這就是兩件事情 如果你不要的話 我們對外照商之後 那可能你的格位 在禮拜五的時候是有人在使用 這個是民視的範疇 我們沒有公權力來介入的一個空間 但是市場處能會請業者 本於誠信的一個原則 來做好一個經營管理 官員會表示會再去加強和攤商的溝通 強調不會強迫攤商 星期五一定要來 做生意講求和氣身材 如果一肚子氣 最後恐怕兩敗俱傷 三連新聞王少爺和正鳳 台南報導